有不少刻板印象认为 成绩好的学生 常常获得较多资源或关注 但其实在教育体制里 仍有学校师长特别关注 这群不适应体制的同学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于 原学系领域适应不良 或有遭遇特殊困难而离开原校 位于北市的南华高中 特别关注这些有故事的孩子 近四年来帮助超过300位新住民 顺利完成高中学历 也帮助了近700位 中低收入家庭的学子 专学生历年占比更高达70% 觉得转来南华之后的学习方式 是比较轻松的 很多字式化的东西 在这边几乎是看不到的 南华就是老师教官非常不一样 而且老师有的时候会主动问说 最近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不好 会关心学生吗 老师听到我要去比赛 他超惊讶的 很认真的开始帮我准备一些 要书头的东西 然后我也用放学的时间留下来一直练习 南华高中22年来坚持照顾体制后5%的学生 现在终于被大家看见 必须要讲这里的孩子是非常特殊的 为这些每一个特殊的孩子 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特色 找到他们的优势 可以让孩子在南华重新拾起 过去消失已久的那份自信 今年很荣幸能够获得108学年度 特殊优良教师校长组 这20年来南华的努力是被看见的 不过只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肯定而已 这也代表着南华高中也是一所特殊优良的高中 如果你已经在南华的孩子 讲你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不用学生的分数来评鉴每一个孩子 你可以尽情地在这边挥洒 还没有进到南华的学子们 非常欢迎加入南华 我想南华是可以实现 你在学习上面理想跟抱负教育的原地